澳門也有夜市小吃街 你又吃過沒有? 就在10月初五加這邊 事不宜遲,馬上去片 Hello, 又是我, 無鄰丁貓 其實就在十六浦附近的康宮夜市 交通都很方便 一進去就覺得很有氣氛, 很熱鬧 這裡好精彩, 超級多食物 先看看這個, 糯米飯 還有這些魚蛋, 咖喱牛筋 雞絲翅也不錯 我想要這個糯米飯 雞絲翅有沒有? 現在換雞絲翅 我想問是不是經常開的 不是, 是星期六, 星期六 這檔是經常開的 哦, 好好, 這檔是經常開的 是甜品火鍋小炒, 很多東西來的 他們這裡是有實體店的 這個是放出來看的 有棧, 看看還有什麼其他, 吃喝喝的 哦, 十五元一泡, 要喝什麼好啊 好啊, 要一杯, 麻煩 好, 麻煩你 謝謝 這檔雞蛋仔也很多人買 好像不錯啊 即是他將葡萄放在雞蛋仔裡面 要不要試一下, 這個好像挺有趣 我想要一份葡萄雞蛋仔 我覺得這裡的夜市也很吸引 它有點像很多的車尾灘的混合體 如果是晚上想吃宵夜 或者想吃個便宜飯 都可以過來試一下 因為它種種很多的 看到也很想吃 呃... 很棒啊, 放了很多葡萄的蛋心啊 對面還有台灣的小食攤位 新鮮鳳梨魚金吉愛玉 想試一下 你試一試一碗冰雞 不用, 我就要這杯吧 好像很爽啊, 因為今天實在太熱了 哇, 還有海鮮啊, 這個也很香啊 波士頓龍蝦也有得吃啊 冬瓜茶10元, 好像很好喝啊 在河米亦有一間牛雜店 是不是50元一份啊 是呀, 多買多餐啊 要一份啊, 麻煩 多買多餐啊 多買多餐啊 要錢就不要餐啊 哇, 你看, 多餐啊 哇, 多餐一餐啊 哇, 多餐一餐啊 喂, 點過來 哈哈 好搞笑 劈住你, 哦 還買多了一份牛雜 因為他說很快下班了 所以, 種了很多牛肚 還看到, 這間號稱開了30年的燒烤點 真是引起我的好奇心 怎麼可以不試一下它呢 麻煩, 我想要一串雞心 一串牛胸油 就介紹買了什麼 剛才是這個, 冷泡茶 有很多選擇的 有紅茶, 有綠茶 還有這個, 我很期待的 樣子真的很吸引 我很喜歡這些這麼清爽的東西 然後就是這盒50元 可以說是買大宋小的牛雜 然後呢, 在前面那間店買的 這個是雞絲廁 還有這個, 糯米炒飯 我覺得這個價錢呢 吃完整餐飯 都可能便宜過在外面酒店 隨便吃吧 而且這裡選擇很多, 大家可以在這裡掃街 好好喝啊 好炸的聲音 裡面還有一支啫喱 裡面呢, 就有鳳梨造成的冰 還有鳳梨的果肉 第二天使喝一杯, 非常之解渴 哇, 真是新水新汗 還有我朋友的這個, 荔枝紅茶 那些茶呢, 是比較濃味的 荔枝味也是明顯的 如果你不喜歡喝甜的飲品 喝這個也OK的 它有很多選擇的 可以過來看看, 吃龍日的話 還有, 我最期待的就是這個 葡萄雞蛋仔 很好吃的 它裡面呢, 餡是葡萄的蛋芯 會爆出來的 好像蛋漿一樣 很好吃 我喜歡吃這些東西 雞絲翅 令我想起 在永樂那邊, 那個阿叔的雞絲翅 那邊便宜很多, 好像是12元 但也好吃的 都是有那種很明顯的雞肉 還有一條條很粗的粉絲 而且它會稠一點的 然後這個糯米飯呢 它是有兩粒乾蒸和臘腸的 加了一點點辣味, 蔥, 蝦米 是魚肉乾蒸來的 然後呢, 我最期待的是油雜 真的都幾大盒的 那立一立眼下去, 其實都是牛肚 牛肺比較多 嘩, 成秋牛肚 那OK的, 因為我都比較喜歡吃牛肚 而且它的蘿蔔呢, 都很甜, 很入味 那剛剛呢, 就再叫多一串燒烤 那點了這幾串的 聞到的, 很香啊 都真的 好熱啊 爆了油啊 真的很好吃 喜歡甜甜辣辣的 我喜歡吃烹口油就是這種 這麼油的感覺 那些肥膩真的很好吃 那這個雞心呢, 都很多粒 一個是九粒 看到它的樣子都已經很好吃, 很juicy 很入味啊 說不定它可以開三十年這麼久 牛肚都很好入味 我覺得它的醬汁吃得很好吃 雖然很熱, 搞得很開心 吃筆啦, 和大家一起走一下 這裡真的越夜越精彩 所以不單有東西吃, 還有東西玩 它是每逢星期六日, 是下午六點到晚上十點的 那如果你在附近又不知道吃什麼 那還有呢, 想掃一下街啊, 也可以過來這裡吃一下 而且我覺得這裡的食物的選擇都多 有吃又有玩 可以過來感受一下這個城市的氛圍感 那總的來說, 都很有煙火氣的 那今期片就到這裡了 那我就已經是吃飽了 要休息一休息了 我們下期再見啦, 拜拜!